你这么大的企业家 平时周末你都会干点什么 周末锻炼 周末走路 走路多走到两万 两万步一万五千步 就是很平常 然后合适的时候 有的时候去骑摩托 骑摩托车 我对摩托车这么多年 就没放弃过 没放过他 所以现在搞出了灵魂 非常喜欢 不光我喜欢 实际上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 我们企业里边 也有很多管理者 包括这个 汇销 汇销也骑摩托车 你平时是骑摩托车多 还是开车多 你最喜欢 长城这么多车当中 你最喜欢开哪一个 我还是平常愿意开 像坦克500 比较适合我这个身份 500的很多网友拼命大靠 你看为什么都开500 我那个 最近一段时间 在试乘 坦克700 500 我做的是最多的 而且 也特别喜欢那台车 虽然看上去比700小 但是空间很大 是 空间很大 比700小 700比500小吧 它500比700小 500比700小 但是舒适性都很好 都很好的 而且非常安全 但是 500的空间看上去特别大 对 特别大 后边后 尤其我不开 很少开车 就坐后边很舒服 所以很多网友说 这个500是宝丁陆寻 你认可吗 我倒是认可 我倒是认可 我倒是不太认可 我倒是认可 这个 这人家给我们这个绰号 我们也感觉到荣幸 是吧 这个 我们就是得证明 这也是事实 人家 我们发展了 34年 人家 丰田 接近 七八十年 是 是吧 我们向人家学习 这个 吸取人家 更多的这些 学习人家的技术 是吧 包括我们常常 这个 学丰田 讲精益生产 至今还在学 所以说我们 该 该致敬的 就要致敬 那是 我们讲 实实求实 兄弟们 给你们问出来了 魏总平时 喜欢开500 江湖人城 保定陆寻 保定车神 生活当中 开保定陆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